雲佳佳食安聯防 讚 雲佳佳自治條例 讚 本理官跟家紀官 以及家醫事業三位管制庁作為選擇 推動食品安全聯合主題條例 家紀官立法官指出 最近幾年來的食安問題 讓消費台中非常困擾 這兩三年來 我們的食安問題一直困擾 臺灣的消費者 健康整個食安的制度 從源頭管理就不好 整個積查制度也做得不太好 所以雲佳佳我們就成立 這個食品安全的一個聯防自治條例 我們自己訂定的一個自治條例 就是通報平台 我們加強積查 提高獎金 提高華金 本理官長在這兒也認為 撒冠西聯合來風地是變得安全 有很多好處 它可以撒邊賣賣賣賣賣 像這個食品安全的聯合積查 這個機制是非常重要的 那彼此可以交換一些積查的經驗 同時也可以交換很重要的一個 食安的前報 那同時我們也知道 很多這個積查取締的工作 有時候會受到地方一些阻礙 那如果能夠採取聯合積查 甚至於是交換人員交叉進行的這種方式 可以讓我們積查的效果 更得更顯著更有效 李子彭國強調 這項三冠西的聯合主題條例 如果落實這行下去 一定可以受到明顯的效果 所以我們今天這樣大家三個縣市 同時出擊 我想對於這些食品業者 會是一個非常大的震撼 一定是一個很大的震撼 我們要持之以後 我們這種東西做下去 可以貫貼的時候 我想這個效果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好 分割到三冠西 是變安全聯合主題條例 實際上不可以拿身掛債的效率 也可以提高檢基的重金 以及違規抑制的負金 並且讓保庇抑制的問題 沒有導出卡手 記者以免為 蔡文博德